嗨喜愛操作果樹植栽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件事情 這個這個流程做了之後 就代表這一些植栽可能就正式邁入 就是成功的一個階段 我手上面拿的這個就是 好我要上標牌了 昨天的下午跟我的幫手 小幫手我們一起跑了一趟 田尾的公路花園的園藝資材行 把這段時間需要的這一些小小的資材 都採買完畢 那其實這一些資材 這一些資材在網路上都買得到 如果你要的那個數量沒有很多的話 其實網路的採買或是說你距離 這個地方比較遠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網路採買都OK OK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一顆 先上這一顆大的好了 這顆大的 因為這一個的標牌已經 已經快要看不到了 所以來我現在要上了這個 這一個標牌 拿下可以重新寫再利用 上新的標牌 好這顆植栽 我自己種的土芒果的石生苗 然後我嫁接了水蜜桃芒果的接稅 操作的時間5月10號 上標牌上了 好我就有了一顆水蜜桃芒果 上面兩個接稅 葉子已經都是成熟的葉子 這個是新葉很軟 新葉很軟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愛武芒果 這裡 這個是嫁接的塑料膜 愛武芒果 6月6號 這個都可以拿下 上標牌 愛武芒果 上標牌 對 愛武芒果是 栽種 植栽比較矮的 比較容易管理 然後 我說的高度 然後 今年 反而是 這一顆愛武芒果 吃到的果實最多 它未必很大 但是 果實的量 還有它採收的那一個 時間 拉的比較長 所以 相當建議 如果你有空間 有空地 可以接受到完整的陽光 種愛文芒果 絕對是OK 讚 好 那接下來 下一顆 這是我個人 在這一段期間 就是 嫁接最 最滿意的 泰華芒果 那我看了一下 它的果實的特性 就是 纖維 纖維 的纖維感 很少 非常的 好吃 甜 而不膩 強烈推薦 泰華芒果 自己 做出來的子摘 上標牌 好 泰華 再來 第二顆 第二顆 也是泰華 那它的那個什麼 比較OK 就是 應該是 可以稍微解開一下 好 因為這葉子已經是 解開這次動作的話 稍微輕一點 好 這裡 好 這是 石蠟 好 稍微解開 泰王 上標牌 好 再來第三顆 這個就還有危險 這個就是還 還有危險 這一顆原先我以為 沒有 沒有成功啦 所以就 不太管它 然後就交由我們的小幫手來照顧 欸 想不到到 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冒牙了 也是泰王 好 好 所以上標牌 現在 自己 操作的 那是五顆 三個品種 水蜜桃 艾文 泰王 這個到 中生的葉子 這個比較老 比較老 這個已經是完成了 好玩 又有趣 然後又有成就感 親自動手 試試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